在台湾每年大约有两万人患急性心肌梗塞 其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可能在发病一小时内死亡 急性心肌梗塞的成因是心脏冠状动脉内的斑块破裂形成血栓 而阻塞冠状动脉导致心肌急性坏死 急性心肌梗塞在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 它的确在台湾是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我们根据统计大概40岁以上开始就有逐年上升 而且发病率随着年纪越高越容易发病 更重要的是这个疾病常常是突如其来 几乎根据国内外的医学研究 有50%的病人 他可能在发病前自己并不知道有心脏疾病 一来的时候就突然间心肌梗塞 而夺去他的生命 那这个疾病还有第二个更可怕的地方 就是在发病的前24小时 常常会有致命性的心率不整 那这个比例高达20% 也就是五分之一的病人 会病发致命性的心率不整 这个也是这个疾病可怕的地方 那为什么会发生急性心肌梗塞 其实他有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危险因子 这些危险因子包括年龄 就是男性在45岁以上 或者女性55岁以上 另外包括他如果有抽烟 有高血压 有糖尿病 有血脂的异常 还有包括他如果有家族遗传 或者是他比较肥胖而不运动 这些都是属于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高危险群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呼吁国人 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然后做好预防医学 如果有三高的病人 一定要好好的跟医师配合 做生活形态的改变 如果有抽烟的病人 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应该要戒烟 因为这毕竟是心脏血管疾病 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 面对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 医疗团队除了在急性期 设法让病患存活 降低死亡率 更要全力保存病患的心脏功能 维护他们日后的正常机能 时邦新闻记者 蓝依荣台北采访报道